近日,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通过军事外交渠道专门就此做出澄清,表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。 美方无意对华制造军事危机,愿与中方建立稳定的、建设性的、以结果为导向的两军关系,建立必要机制、降低风险、加强沟通,在拥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开展合作。 我们认为当前形势下保持中美两军沟通十分重要,我们要求美方言行一致,信守承诺,切实采取措施,停止在中国当面海空域的军事挑衅行动,停止损害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行为。 任何人如果胆敢在海上挑起冲突,中方将坚决予以反击,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。 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,加强沟通,管控风险,增进互信,防止误判,推动中美关系回到协调、合作、稳定的正确轨道上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